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在1956年的时候创立了印记行 那时候呢 他是做 他有做其他的生意就是有做进出口这个中国的干粮 然后那个生意做得好的时候呢 他也就是想 我还有可以做什么其他的生意 那时候他就是觉得做古董是一个商机 因为中国跟新加坡之间呢 那时候没有什么建交的 文革是从1966年到1976年 那时候我已经嫁了进来 那个时候是黄金时代 文革时候很多红卫兵都是要砸掉那些古董嘛 所以当时中国有一批高官 他们也是要保护这些文革 就很多很多的把它卖出来 运了出来 但是我家翁就受邀请之一去买 买这一批古董 那这一支碗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是叫鸡蛋口碗 那你如果你看着它画色的图画呢 这些美女啊 这些柳树啊就是画得非常的细 而且你看这个碗的里面呢 也是有一条龙也是画得非常的好 如果你把这支碗放在光线中 也可以看到那个光可以透过这个碗 它就是那样的薄 所以非常的稀有 非常的有趣 这是一个大理寺的 好像屏风这样的小屏风的摆设 大理寺呢他们主要是看他们的花纹 这个你看它就 你看到好像是一只蝙蝠 一只蝙蝠 蝙蝠冲下去 冲进物质 所以这个是代表饮腹归堂 就是将那个福气引进你的家 这样是很难找到的 好像在一块自然的行程是很难找的 所以就是比较珍贵 好像我有一张就是酸痴的这个睡衣 我每天能从学校回来呢 就是睡午觉 就是在这个双支架丝上面睡午觉 只是我长大后才发觉到 哦原来这个双支架丝是清朝 那对我来说呢 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 所以我特别的不舍得 我小的时候呢我就以为 啊可能每个人的家就像我这个家一样 就是非常多的古董啊 非常多的这个文化的接触 但是我就是去了朋友的家 哎 为什么你的家好像是美国人 美国的电视台的那些家一样 就是没有什么这些古董的文物在里面的 所以呢我就是发觉到了 其实我这个家是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独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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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